第十七章 运涛出走的那一天 研制和给江涛捎了个口信去 江涛找到贾老师说 我想告假 家去看看 贾老师问 回家干什么 江涛说 运涛跑了 贾老师听得说 肩默着抬起头来 转着眼睛想了一下 几个手指头在桌子上敲着 问 他已经去了 江涛说 嗯 看样子贾老师像是知道 又像是不知道 他想 也许会知道 他知道运涛常到贾老师这里来 因为心急 也没深问 就走出学校回家了 走到家门口 娘才从离园里回来 正坐在井台上哭 眼泪滴成一条线 江涛说 娘 她已经走了 你就别哭了 涛她娘说 说不哭 由不得 心酸的不行礼 江涛说 她想走 也不言一声儿 涛她娘说 咳 言一声 春兰早把她的心摘去了 江涛也想起春兰 自从春兰不到她家 老是觉得家里冷冷清清清的 运涛一走 像缺了半家子人 心里想着 抬起头看着前方 大堤上杨树的叶子是了是了想着 想得心上寒凉 心里想 还不知道春兰心上有多么难受理 走进屋里 老奶奶还在炕上坐着 她年幼的时候劳动得多了 移上了年纪 头发全白 两条腿不能再走动了 整天围着被子坐在炕上 听说运涛出走了 眼也不争 只是流着泪悲痛 一看见江涛 就把她叫住 说 爱 又走了 又走了 没良心的 江涛说 奶奶 甭生气了 她会回来的 老奶奶叹声说 咳 回来 她才不回来理 这一踏脚儿 老头子出去快二十年了 也不来个信 咳 完了 江涛坐在奶奶身旁 给她抓养 奶奶身上穿的蓝布挂儿 洗得干干净净 她说 看你 孩子有多么好啊 绵长得像姑娘一样 江涛说 娘没空闲伺候你老人家 涛他娘说 那里有空闲 太阳出来 还没干什么 一出溜就过去了 说着又烧水 叫江涛给奶奶洗手 洗脸 剪指甲 江涛走到园里 炎制和正在那里呆呆地站着 运涛一走 他就像缺了一条腿 他走不到那里 事情就没有人做 往日 为着看个红白洗铁 写笔账都困难 才省吃俭用地巴结着孩子们念几年书 戴上个眼 才熬得能写会算 会中庄稼 顶大人的事了 又走了 何该他卖老力气 江涛也觉得像缺了一只手 没有商量事的人 办事没有绑地了 江涛心上也觉得难过 一个人悄悄地走回城里 到了第二年夏季 他在贾老师领导下 第一次参加了群众运动 抵制英国货 日本货 进行罢工罢课 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 贾老师叫他领导同学们写标语 散传单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 拿着小旗的人 在大街上来来往往 其中有农民 有长工 小学教员 学生们 在戏楼上开了大会 就开始游行了 江涛站在队伍前头 领导人们喊口号 喊声向雷鸣 震动了全城 买卖家 市民们 都站在大街上看 雍雍几几 站满了一条街 他回头一看 人们举起拳头 就像树林一样多 自此 他明白受压迫的人们 不止他们和中大伯两家 还有这么多 反对黑暗势力的人 不是孤单的 他被群众的热情所感动 眼角上含了泪花 脑子里透出一线黎明的稀微式的光亮 这时他迫切要想参加共产党 和贾老师更靠近一点 江涛开会回来 觉得心神不安 坐又不是 利又不是 走到教室里 拿出一本书来读 又读不下去 回到宿舍里 想睡一觉 转着眼珠睡不着 看天黑下来 火烧云照满了天空 不知不觉走到贾老师屋子门口 贾老师正在窗前读着书喝茶 贾老师窗外有颗马绒花 正在开着 散型的花朵上 放散出浓烈的香气 梨园里就闻到 有几只大蜜鹅 吐出长须 在粉色的花朵上扑冷着 他几次想走进去 把心里的话弹出来 又迟一注 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他不知道怎样开口 一想到心里想要说的话 脸上就着红起来 看天上晚霞散了 星星快出来了 他想回到宿舍去 走了几步 他又停住脚转回来 停了一下 下了个决心 低下头硬着头皮走过去 贾老师听的声音 猛一抬头 江涛走到跟前 他放下书 妈撒着江涛的头顶 笑了说 好 今天你干得不错 江涛笑默默地 睁开大圆圆的眼睛 看了看贾老师 才想说话 觉得口腔里发热 嗓子阴哑住了 他哑着嗓子说 好什么 学习着干吧 他颤的嗓子几乎说不上话来 这时他想开口谈 又腼腆地停住 脸上泛出笑意 只是笑 贾老师也想到 他心上一定有什么事情 想是不好开口的祈求吧 贾老师让他喝茶 他喝了一会茶 烫了烫嗓子 热也退了 他说 今天我才明白 韵涛为什么参加革命 参加共产党 贾老师听了 抬起头停了一刻 又从上到下看了看江涛 说 受压迫的人们 参加了共产党 更好反对黑暗势力 他觉得江涛主动地提出这个问题 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他心上开窍了 又拍拍江涛的肩膀 亲切地说 受苦的人们 要想改变苦难的命运 改变这条旧的道路 只有斗争 斗争 斗争 他一边说着 又问江涛 将来你想干什么职业 江涛说 为了给祖爷争口气 我想参加革命 他把朱老拱的死 也眼下了关东 父亲和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的事 说了一遍 说着 说着 热血往上涌 头上脸上都红起来 举起拳头说 我想举起红旗 带领千万人马 向罪恶的黑暗势力进攻 贾老师看着他幼稚的神器 一下子笑出来 说 好 人儿不大 口气不小 看你能干得出来干不出来 江涛抑指着冲动的感情 说 干得出来 一定干得出来 贾老师说 想干革命吗 到农民里去 到工人里去 去当个矿工吧 真正能帮助他们觉悟过来 组织起来 那就是实际的革命经验 没有一个革命干部 不是从群众里站起来的 江涛看到了提出问题的时候 他鼓了一下勇气 说 我想参加共产党 贾老师说 好吗 你是农民的儿子 不 你是一个手艺工人的儿子吗 共产党就是欢迎你们来参加 江涛脸上一时红了 像一朵粉红色的勺药花 狂热沿着血管鼓动着他 两只脚只想跳跃起来 像站在云彩上 张启两条胳膊问 那 我应该怎么办 他问的是 要否举行什么手续和仪式 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贾老师抬起头想了一想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说 叫我 想一想 你年岁还小了 参加青年团是可以的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 递给江涛说 你的热情 你的要求 是很好的 再好好的读一读这本书吧 你要明白社会 懂得阶级和阶级的关系 从此 江涛开始读起书来 读文学书 他开始接触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的名字 鲁迅的名字 读书读得几乎忘了吃饭 忘了睡觉 到了第二年秋天 在一个中午 江涛正坐在课堂里读书的时候 父亲走到他的眼前 一见江涛 笑花了眼睛 两手打着哆嗦 江涛问 爹 你来干什么 严智和高兴地抖着两只手 说 好啊 出了一件大喜事 江涛见父亲欢乐的样子 问 什么事 惹得你老人家这么高兴 严智和解开怀金 掏出一封信来 颤着两手捧给江涛 江涛拿过一看 嘿 是运涛的家信 他一见到运涛的家信 心上也跳起来 手指头颤得几乎拆不开信口 他一时兴奋 用力皱紧眉头 眯粉起眼睛 不让泪水流出来 颜智和看他兴奋得不行 笑嘻嘻地说 孩子 慢着 不要慌 父亲 母亲 净秉者 儿子远离西夏 即来南方参加革命军 在军队上过了半年多 又到军官学校学习 学校试官费 连纸笔操一都发给 线下 刚从学校毕业 上级叫我当了剑袭连长 父亲 你们会为我高兴吧 从此以后 我要站在革命最前线 去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政客 铲除土豪猎身 南方不比北方 到处人们是欢欣鼓舞 到处看得出群众革命的热情 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 你们等着吧 革命军到了咱们家乡 一切封建势力 一切土豪恶霸们都可以打倒 离家时 没告诉老人家们 请原谅儿的罪过 我工作很忙 不多写了 问奶奶 钟大伯他们好 此 祝何家军籍 儿运涛锦上 1926年7月 江涛看着信 他心里还在打着呼闪 岩智何看他嘴上只是嘟嘟 也不念出来 就说 嗯 我在这里听着理 你可念出来呀 江涛猛地抬起头来笑了 原来他忘记父亲在他的身旁 就又念了一遍 岩智何眨着长眼睫毛 拿过这封信来 用手摸着 翻过来看看 翻过去看看 实在不愿放下来 他说 你家去吧 去给钟大伯给你奶奶他们念念 叫他们心里也霍亮霍亮